我们的样式三上面 又以什么呢 又以我们的系统样式的 就是大字体为一个积累 就是这回又继承的不是我们自己了 这回继承的是我们的系统的 并且给它加上了颜色 以及这些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样式一是 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颜色 以及这应该是个蓝色 这是个蓝色的 以及我们的默认字体大小 那么样式二 样式二也是一个蓝色 并且字体大小变成20pt 样式三是变成了一个 这个可能是个偏红色吧 可能是偏红色 那么并且是设定了系统的 垃圾这个常量的字体大小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最终的一个实现的效果 最终一个实现效果 那么同样的 我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再定义 通过这种样式的方式 我再定义一个比较特殊的创体 我们说我们要定义一个比较特殊的创体 那么我又怎么样来做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气泡 我刚刚说了 我想做一个不规则的创体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一个气泡 来做我们的一个 activity的这样一个创体 看到没有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的创体大小实际上是这么大 然后这一块是它的那个title 是那个title bar 当然我们会不会经过 我刚刚讲过的一些系统样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title bar给去掉 也很简单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程序里头 就可以去加这种各种各样的 复杂的这种对话框 就挺就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 而且后面的 它的原来的那个activity窗体 我们还看得到 但是你不能点 这就像是什么呢 像是一个模态窗体一样 不能点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如果你去实现 你告诉我一下思路 那你先看看 系统那个大了的那个怎么写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系统大了的怎么写 没说 哎呀我怎么没说呢 我刚刚说了系统样式 系统样式里头有一个大了的 对我就看它那个样式文件 它怎么写 我得先看 你不用看到样式文件 怎么写的 我们直接用不就行了吗 直接用 当然为什么不能不行呢 你不改它 那就是一个大了的形状 你直接用它 或者继承于它 然后你 你下面 对你的Liner Layout 你给它制定一个样式 这个制定样式 用一个背景图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你还要改那么复杂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你看我们在Activity里没有编码 没有编码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可能就会奇怪了 没有编码呀 那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内容呢 来我们看一下Maniface里面的注册 这是Bubble Act B-O-B-B-L-E 看到没有 我在这儿用了一个主题 你看 刚刚我们 我们的那个第一个例子 是用的样式 对不对 我现在就开始要用主题了 我们说了 这个是基于窗体的 那么一用窗体的 我就会考虑到 是不是要用到主题了 所以 我们在这里的话 不是这个地方 点错了 在前面 这个地方 用了一个MyBubble SIM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主题 我在这儿定义了个 MyBubble SIM这样的一个主题 它是继承于谁呢 我刚才说过 就继承于系统的 Dialog这个主题 并且 并且干嘛呢 并且替换了 它的Window Background 那你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学问可就讲究了 我来给大家 这后面我们还会用到 你说Sonday 你都没有Set Content View 它怎么就那个了呢 事实上 各位 我先问一个问题 我们不Set Content View Content View 请问你当前的Activity 在运行的时候 它有没有View 当然有 对不对 就是哪个View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Window Window下面的那个View啊 DecorView嘛 那么DecorView的话 它既然是一个View 我们也知道 它是个Frame layout 请问其他View 该有的属性 它是不是都有 像什么背景啊 什么东西内容都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在这里 我什么编码不用 我直接把它的背景 把它的Window View的那个背景图 给它换了 换成我们的Bubble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长什么样 Joyable Bubble 这就是我们一个气泡 这就是我们一个气泡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一看 哇 主题原来这样子就可以去做 而且什么代码也不用 我们甚至于在Activity里面 也没有编码 就可以通过主题的方式 实现它的一个对话框的 这种样式 窗底还是方的 窗底还是方的 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窗底 它还是方的吧 对 窗底 窗底它能成圆的吗 实际上窗底还是方的 就是这个地方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实际上窗底还是方的 只不过其他地方 我们看不到 就是是透明的 你去了个桥吗 对 我说我要把那个窗底 弄成圆的 窗底要弄成圆的 我还没试过 反正 反正原理并不复杂 但是我不确定 就是说 我们的 因为Scare 这个2D图形引擎 我不确定它支持 所以这点 我们 大家清楚啊 就它 实际上 它这个窗底 还是这个完整的 这样一个窗底 还是一个方的窗底 OK 这个就是我们 样式上面的一个 新的玩法 我们用这个对话框 给它一个不规则的 这样的一种样式 那好 我们再往下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有些程序啊 我希望 什么呢 我把后面这些字 给它模糊掉 我把后面这些字 给它模糊掉 那样子 当前这个看起来更舒服 我们称为Blur Blur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像高斯模糊 或者我们称为毛玻璃 这样一种效果 那么这种效果 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都很漂亮 而且我们看到 很多应用里面 都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代码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来看Manifest 先来看Manifest 这里主题是一样的 也是用这个MyBubble SIM这样的一个主题 好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这里 我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让我们当前的这个窗体 后面啊 让它有一个这样的毛玻璃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它是通过 当前上下文 不是有个Get Window吗 我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得到了我们 当前的窗体 然后有一个设置Flag 设置Flag 那么设置Flag的时候 它就有两个属性 设置两个 一个是Flags 一个是Max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是设定 我们当前这个对象的 它的一些标记属性 另外一个是设置什么呢 它的蒙版属性 其实这个有点像那个了 我们Windows做 做蒙版的时候 就是Windows 那个Photoshop 做蒙版的时候 你要给它设定哪一块是蒙版 哪一块是真正的元素 相当像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 我给给了它两个 我们的Windows管理器的Layout里面 WindowsManager Layout Parents里面 有一堆Flag 我们看一下 其中 其中就有什么 Blur behind Deem behind 还有Force not 强迫不全屏 还有让它全屏 保持屏幕一直开着 这这堆属性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 其实都是各项服务 每一个都是 其实System的这些控制 就是WindowsManager这块 WindowsManager这块的控制 那么但是 它把WindowsManager这块控制 给它抽象出来了一些 一些具体的参数 统一用这个SafeFlags 来进行一个控制 所以大家到时候 可以去查询一下 这个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些内容 那我在这里用了两个 叫FlagBehind FlagBehind 就是让后面进行 毛玻璃的这样一个处理 好 所以它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还想想 我们在什么时候用呢 我们当时做一些软件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次启动这个软件 你新装了一个商业应用程序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一个Tips 相当于是 第一次给你说一些 常用的一些使用小技巧啊 或者对这个软件的一些介绍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Tips的时候呢 常常我们就会干嘛呢 它可能就会做得很形象 当前是这个主窗底界面 它在这个地方给你加一个小的泡泡 然后在那给你做一个解释 而且它把后面都给隐藏了 都给按掉了 这样子来说吧 我记得好像那个腾讯微博最新的这个版本 也是这个功能 比方说 这个是我们的主窗底界面 比方说这是我们主窗底界面 它会这样子 我们会在这儿加个泡泡 做个解释 而且它会把整个后面 让它按掉 或者叫它blend掉 让它模糊掉 然后这个地方 它又画了一张图 介绍 然后这儿有个很漂亮的按钮 叫下一步 是不是这样子一些界面 那么 以后你是不是就会做了 对吧 以后我们也会做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些Tips 回头你就把你那个音乐忘记下上 好 那么这个小技巧 我们已经会了 大家记住 这种界面实现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界面 也是常用的 在这个Tips里面 是不是常常会 就多个界面 就下一步 下一步 或者用手指来滑动 让它切换 对不对 还有动画效果的切换 那个实际上 就是用我们的什么 用我们的Image Twitter 或者我们的View Flipper View Flipper 或者View Twitter 这两个空间就可以实现 而且我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他们都继承于我们的View Animation 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 这两个你都会了 就这两个效果都会了 就非常酷了 你做出来的软件 当然那个具体的实现 我们会在后面 讲完动画 就跟大家去讲 那个实现 特别简单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和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 这就是我们主题风格的使用 那么 主题和风格了解清楚了 过后 我们来看一个换孵 我们来看一下换孵的实际实现 我们使用这个Theme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换孵 那么我们考虑它的步骤 无非就两步 第一 在不同的皮肤去编写 就为不同的这个皮肤 去编写我们的主题 包括哪些皮肤呢 比方说你说你这个界面 你提供了三套界面 红色黄色蓝色 三套界面主题 对不对 这不就是切换了吗 客户选择了之后 它会切换成不同的样子 那么你还有可能说是什么呢 中文是一套 英文是一套 对不对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不同语言的加载 是不是也算是换孵 也算是换孵 他们可以加载的字符文件不一样 原来从中文的Streams里头加载 现在我从英文的Streams里面加载 还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么设计好了 这些皮肤在我们启动的时候 或者在我们需要切换的事件上面 为我们这个Activity 设置它不同的这样一个皮肤 好 我这里来给大家看个例子 我们用一下第一套皮肤 我这是又动态切换了 但这个很简单 第一套皮肤 我就换一下字体 第二套皮肤 我就把字变大了 也是换了一下字体 看到没有 很简单的两套皮肤切换 再继续切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如何实现的 实现原理标准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 skin下面 看一下这个代码 在启动的时候 在启动的时候 我会去接收Intent里面 就在启动的时候 我会去接收这个Intent 传过来之直 看一下当前使用的是哪一套皮肤 看看 这个很容易理解 然后调用StateThames 把这套皮肤的资源地址 给它传进去 把这个 把这套皮肤的资源编号 给它传进去 那么 这里有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 实际上我都用了一个循环 每两个按钮 我都用了一个事件监听类 我都是用了一个事件监听类 在Unclick的时候 在这个类的启动的时候 这个类启动的时候 同样的 我也会来判断 它们要用的是 要监听的是哪一套皮肤 那么在哪里启动它呢 它在这里 你看没有 点击不同的按钮 我会把这个皮肤的 不同的这个资源 给它传进去 传进去 这一档就得到了 得到了 在点击了我们这个 按钮出发的时候 它就 它就把这个给 就是把我们的这套皮肤的值 存在一个internet里头 然后start activity 去启动我们当前这个activity 去启动了我们当前activity 当然你启动了当前activity 不就重复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要关闭当前的activity 这样子 现在显示出来的activity 就是我们新的activity 老的activity给关掉了 这个理解吧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简单的set set一个same 我刚刚说了 实际上什么 界面是没有换的 我们只是调这个方法 界面是没有换的 所以我就通过什么呢 我们就通过 我uncreate里头的这个 我uncreate里头 最后要调到的这个setcontin view 来给它切换一下 当然大家要愿意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直接setcontin view 对不对 重新再set一遍 也是可以的 最容易理解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换孵 还不是简简单单来换孵 有的时候我们要改变界面的布局 比方说你竖屏的时候 和横屏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的还有小分辨率的时候 和高分辨率的时候 H的时候 Q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它的这个布局文件 很多会发生改变 这个能理解吧 还有你这套程序 原来在5寸的 不是在3.5寸的这个屏幕上 你写了它布局文件 那个图片缩到那么点大 刚刚好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10寸的平板上面 希望它来用运行 结果你就发现什么呢 原来布局文件是不是不行了 尽管原来我们的 就是Linder layout 这个布局文件 我们用的都是 Fear parent 撑满了的 但是这个图标 还是那么点大 你会发现效果是不是很差 而且图标 你要任要 硬要把它拉开 是不是分辨率也有很差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 就要考虑 为不同的皮肤 编写不同的布局文件 还不是简简单单的样式文件 还不是简简单的样式文件 但是你看我们上面就很简单 上面我们直接用 不同的样式文件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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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